魏无羡飞快地从混乱的记忆里捋清思绪 再次睁开眼时脑海内的记忆已经捋顺了 魏无羡走到镜子前 看着面前清晰的镜子魏无羡 还有心情感叹 不愧是修仙世界 镜子竟然如此清晰 看着镜子里跟他有着一模一样的面容 魏无羡有些惊讶 镜子里的少年眉目如画 一双寒情的桃花眼 连嘴角的痣都一模一样 眉眼间依稀可见的苍白病弱 好看脆弱却不女气 看着除了面色苍白些 其他没有任何改变的容貌 魏无羡还是有些庆幸的 至少不用顶着陌生面孔 审夺了一番魏无羡慢慢回过神来 虽然不敢相信 但事实就是他确实穿越了 而且还是穿越到一本他没有看完的书里 而他只是书里男主身边的一个炮灰 书中原主人设跟他很像 都是以若世人 他是因为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柔弱听话的人才能得到院长的关注 从而得到自己想要的 简单点说就是白莲花一个 只是根据目前的记忆 他好像似乎活不了多久了 因为过几日就要跟着男主去千金门拜师了 虽然他没修为不能修炼 但不知道为何原主师父会让江婉吟带着他一起去 或许是为了让他继续照顾江婉吟 但就是在去拜师的路上他就会被男主除掉 谁叫原主前世修了邪术 不仅杀了男主全家 还害的男主金丹被废受尽折磨而死呢 想要提前杀掉男主也不行 因为他没有修为 而且身体也不好 有先天性心脏病 看来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离开云梦江市 反正他也修炼不了 留下来也没用 还要天天看江市主母的脸色 还不如离开江市 再找机会离开上界 回到凡尘界 嗯 就这样 哎 不对啊 原主的记忆怎么跟书中描写不一想 原主虽然是白莲花有心机 但也都是为了能在云梦江市好好活着 根据记忆 魏无羡还是很感激云梦江市 对他的养育之恩的 虽然经常遭到渔夫人 也就是云梦江市的主母责打 但魏无羡内心并没有记恨 只是觉得是他自己没用 无法修炼 还占据了师父首席大弟子的位置 所以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 魏无羡会有如此大的变化 算了想不通不想了 反正他也要离开了 魏无羡不再多想直接收拾东西 打算离开云梦江市 也没什么可收拾的衣服 都是云梦江市校服 他就没要 只拿了原主这些年存下来的灵珠和银子 上界不只有修饰 也还是有凡人 所以主通货币灵珠和银子都得拿着 或许是因为云梦江市对他并不设防 或者是根本看不上他这个废物 他的院子也没人看守 就连出门都没人盘问 就在魏无羡离开的时候 姜婉银也重生了 姜婉银压下了 想要现在就去杀掉魏无羡的冲动 想着前世 他没有听父亲的话 杀掉魏无羡 结果为自己家族带来了灭顶之灾 父亲说的没错 魏无羡就是个扫把星 害死了自己父母 又害了他们一家 魏无羡有些狼狈地奔跑着 这些日子 他一直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 一开始还好日子过得自由自在的 没多久就有人追杀他 而追杀他的人 就是云梦江市 或者说是男主派的人 是他想法太过天真了 也是因为 只是把这个世界 只当成一本书 认为男主前世经历的事情 不是他做的跟他无关 以为只要离开云梦江市 他就不会被男主记恨了 是他自己想当然了 因为被男主追杀 为了活命就胡乱地跑 结果就跑进了这妖魔遍地的地方 他现在正被一只蝉雏精追着跑 魏无羡咬牙坚持着 亮呛着 在一棵树下停了下来 两腿发软 而且心脏因为剧烈的运动 也在隐隐作痛 他现在是浑身发软乏力 一点都跑不动了 若有人能救他 他魏无羡定以身相许 昏迷前 魏无羡有些绝望地想着 云梦江市 你说什么 你派人去杀了魏无羡 江峰眠惊了一下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是 爹 魏无羡他私自离开云梦江市 就是叛逃 自然该杀 江婉淫带着恨意说道 可是 不行现在还不能杀 即使要杀 也得你亲自动手杀 江峰眠不知江城为何突然 如此恨魏无羡 但现在不是探究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先找到魏无羡让阿诚杀了他 为何要我杀魏无羡 派人去杀不就行了吗 江婉淫不解 明明只需要随便派个人去就可以了 为何他爹一定要让他去 魏无羡晕晕倒在大树下 这时树枝上方传来吱呀吱呀的声音 一只裹着人类衣上的怪物正蹲在树枝上 怪物张着大嘴露出里面又臭又腥又长的舌头 若魏无羡现在醒着定会被吓得连忙逃跑 可现在魏无羡晕晕倒了 怪物朝晕倒的魏无羡扑了过去 眼见着魏无羡就要被怪物吃了 千军一发之际 枪 一道蓝光如同剑芒 破空袭来 猛地朝怪物刺去 见是凶猛 将怪物的舌头一下子就割断了 来人站定 一袭白衣云淡风轻 头戴抹额 端地是角角明月 不染尘埃 碧尘剑在男子周围盘旋 似乎在等待着主人下一步指令 这怪物被割断舌头眼里露出恨意 但也看出来人是修仙者 而且修为还不低 故没打算纠缠 怪物从嘴里喷射出一道毒液 朝着昏迷的魏无羡喷去 试图让来人分心好 让他可以趁机逃跑 果不其然 来人并不是见死不救的人 自然转身单手将 晕倒在地的魏无羡抱起 让魏无羡避免了被毒液击中 怪物见状奋力一跃跳上树枝 打算就此逃跑 蓝忘机知道这怪物想逃 闭尘渐渐深蓝光闪烁 蓝忘机神色微脸 左手抱着魏无羡 右手起指掐绝动作玄妙而精巧 只见碧尘剑似乎得到了某种指令一般 飞速转动着 蓝忘机一挥手 那碧尘剑就飞速朝怪物攻去 怪物也感觉到了危险用力一跃 想要逃回老巢 可却快不过蓝忘机手中的碧尘剑 只见碧尘剑伸蓝光大胜 快速刺入怪物皮肉 扑斥一声 蓝光炸出一个血窟窿 怪物那腐臭粘稠的躯体轰然倒下 蓝忘机一挥手 怪物的尸体无火自燃 浓烟骤起 过了好长时间才渐渐消失 天边乌云散去 月出天际 蓝忘机微移侧目 一张苍白俊美柔弱的容颜映入眼眸 少年闭着眼 以一种柔弱的姿态依偎在他怀里 蓝忘机将人抱了起来 少年身体轻盈 只腹触及少年的腰身 竟意外地柔软细腻 掌心竟然有些发热 蓝忘机微正 线长的睫毛轻轻颤了颤 侧脸轮廓看上去平静温和 面色清雅出尘 直到第二天清晨 魏无羡才悠悠地醒过来 小公子 你醒了 旁边一直照顾魏无羡的老人 看见魏无羡醒了 连忙上前问候 老伯 这是哪里 我怎么在这里 我没有 死 魏无羡坐起来不敢相信 他竟然没有死 后又继续问道 老伯是你救了我吗 问完后 魏无羡就想起他昏迷后续的愿 魏无羡因为晕倒了对后来发生的事情根本就不知道 真就以为是这位老伯救了他 小公子 老伯正要回答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扣扣 扣扣 很有规律的敲门声 老伯没有耽搁立马起身去开门 吃呀 仙君里面请 小公子醒了 老伯恭敬地对着门外的人说道 嗯 你先下去吧 清雅温和的声音对着老伯说道 与此同时被老伯称为仙君的人也跨过门槛走了进来 只见来人一袭白衣 气质文雅出尘 面容温和地朝着魏无羡走来 你醒了 仙君渐渐走近 看着魏无羡温和地问道 是 是 我 我醒了 是仙君救了我 魏无羡看着面前的仙君 有些紧张无措地回答道 虽是疑问 但魏无羡知道 除了面前这位仙君 没有别人